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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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做了一些违法的事 但老子也是中国人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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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回来了 快坐 三妹妹们回来了 我们来了 坐吧 坐吧 怎么了 出去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 葵三被抓了 他那个仓库也让日本人查封了 我们要运的那批货在葵三的仓库里 他是我们的运货人 师父 我们能做些什么吗 实在是措手不及啊 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那找杜怀卿问了吧 我去过了 在险兵队等了大半天 他一直也没有出现 三明 大伯 你们来得太好了 好好地休息一下 我估计 有一场恶障在等着我们 好 明白 葵三是故意在寻死 你没想想 一个眼里只有钱的人 哪来的那股痕劲 太军 葵三虽然现在是一个大商人 手里掌握着很多商号 但是他之前是混码头的 这种痕劲一直都有 他一定隐瞒了什么 用死来隐瞒 走 去他的仓库看看 师父 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们就这么一直等下去吗 这个你放心 我们不是在孤军奋战 通川城里的其他同志 也都在努力 但是 我们要先弄清情况 然后才能够行动 明白吗 能问个问题吗 说 你为什么 一直戴着这个子弹头 这 真是个很长的故事啊 老刘 葵三死了 小鬼子没有解释 他死了 仓库里所有的货物 都被小鬼子查封了 前几天被杀的那几个商人的货物 也是一样的处理 这盖子的小鬼子啊 什么都不放过 那这原因是什么呢 日本宪兵队里有一些变动 时间太近 我还没有完全不清 你有什么想法 我想 趁这鬼子还没有查封物资 把那些东西偷出来 马可禁重几枪 可不轻啊 老刘啊 这个时候重量还是问题嘛 日本鬼子 只查封了残酷的大门 并没有派人执手 这个机会 我是不想错过的 我明白了 我安排人手 配合你们行动 好 来 来 来 西天 是西天 他怎么没死呢 门口没有护卫 只有两个士兵 你们别动 让我去杀了他 唐少 不要忘了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你现在是个野老人 是战士 少子 我们不能杀他 为什么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因为仓库里面的东西 远比西天重要 我们不能打草精神 惊动鬼子 我知道 蔡君 您慢走啊 我们撤吧 大北啊 你去告诉老刘 今天晚上的行动取消了 好 走 走 林队啊 杨队长 你怎么没睡 睡不着 一闭上眼 全是带踪手 是因为西天没有死 不是 那是因为什么 没事 没什么 对了 今天晚上 我们还要去仓库吗 只要那些货还在 我们就有机会 那我先走了啊 来 老梁 又出状况了 怎么回事 鬼子把鬼子那货 抓给了日本商人 一大早就开始玩玩运 我们的人 没跟住 那笔木炭 不知道露到谁的手里面了 要是昨天晚上能动手就好了 别着急 会找到去处的 昨天晚上西田去餐馆 西田 你不是说 谁能想到 他并没有死 姑娘的见到他非常激动 所以我临时取消了行动 你做得没错 我再想想办法 你呀 也琢磨琢磨 保持联系 好 这种情况 你们有什么想法 要不然找杜怀卿问问啊 我觉得 还是问我爸爸吧 毕竟他是商会会长 又是维持会会长 我觉得 他应该能帮上我们 那你要告诉他小戴的事吧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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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喂 你好 喂 你好 请问代会长在吗 代会长 在 稍等一下 怎么样 喂 请问你是代会长吗 我熟悉这个声音 你不要再来电话呢 小爹跟宗盛 已经离开通川了 不要再打这个电话了 怎么了 他把电话挂了 那怎么办呀 这样 我试试 师父 一个陌生人打电话 他更不会接的 要不 我再打一遍 也好 喂 您好 代会长 您听我说 我 我说过了 不要再打这个电话了 我不希望见到和听到 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喂 爸爸 别挂 爸爸 是我 谁 我是林爹 宗盛呢 宗盛 爸爸 这里不方便说 我们见个面好吗 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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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爸 爸 小弟 你怎么还没有离开这里啊 综圣呢 爸 怎么了 孩子 综圣呢 爸 跟我说 你看着我跟我说啊 孩子 对不起 对不起 爸 爸 爸 不应该让小爹去接代会长 有些时候 痛苦是我们躲不开的 林爹如果不来 代会长也不会出来 来 走吧 爸 他们是烈狼人 是他们救了我 你好 我是戴宗圣的父亲 我是梁本厨 我知道你 龙王 你是我敬佩的人 你不要客气 还希望你节哀顺变呢 谢谢 我知道 这是报应啊 我就是 舍不得那点财产 我才做了这个维持会长 我也是中国人哪 我想利用这个位置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可是 所有伤害过宗圣的人 我都不会放过他们 我都不会放过他们 他们必须付出代价 说吧 找我来 是不是要我做什么 我想知道 被宪兵队 扣留的奎三那批商人的货 都分别卖给了谁 好 你给我点时间 我会给你一个答复 好 戴会长 您交代我的事查清楚了 亏三的货在锦江亚行 好 我是老代 队长 老代给的消息没有错 是在新疆阳行的货场里面 四十包木炭都在 看来 看来 是该让老刘 给我们准备点行头了 先生 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我打电话明月了 我姓李 是你啊 还挺准时的 这边签 经理 李先生到了 哦 你好 哦 你好 我是这个养好的经理 锦江 哦 请多关照 我姓李 叫李元霸 李先生 里边请 来 请 怎么样 搞定了没有 有钱 有钱还有什么搞不定的事啊 三云那 明天通知老刘安排队伍 在城外三里区域准备接货 嗯 明白 走吧 来来来来来 赶紧赶紧的啊 不好吃啊 吃热吃吃热吃 来 来 三明怎么还没回来 不给三明留点吗 已经给他留了 这是你们的 一会儿啊 让大北接他班的时候 给他送去就行了 嗯 知道了 赶紧带吃 哎 我就不明白了 这货咱明明自己找到了 干吗非让他们拉到城外 咱自个儿拉不就行了吗 这东西放在别人那儿 我心里挺不踏实 最近哪 鬼子对进出城的货物 查得很严 让鬼子的洋行替咱们拉货 这样检查起来会容易一些 这也算是个取巧的办法 那 我能参加吗 让你和大北先去 接应根据地的同志 这不就算参加了吗 只不过分工不同 知道了 哦 对了 到了根据地 你们可得努力点 别让根据地的人 小看了咱们猎狼人 啊 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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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给天狗的 可惜没能穿上 军衔的事情 还得待一段时间才能落实 你们要忍耐一下 那天没留下龙王 对不住了 别说了 大师兄 你们已经为我付出的太多了 如果龙王那么容易抓到的话 我就不会经历这些起起落落了 队长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副手山本军 这是我的师兄伴藏 师弟一郎 是 有事吗 有事 是 西田队长 这都是我从奎森的仓库里 拉出来的 没想到 打开一看 全都是这些东西 所以我马上过去向您报告 马可轻重几枪 马可轻重几枪 这些灵箭至少是四点 奎森真是该死 这么重型的武器 要是落在西子军的手里 对皇军的威胁真是太大了 金江先生 我想知道 跟你交易的你 是不是个胖子 不 你怎么知道 非常好 非常好 你对皇军忠心口家 放心吧 我会向上级汇报你的行动 帝国军队 会对你进行驾降 多谢队长 金江先生 你是怎么发现那些零件的 这个 没关系 我只是想知道而已 起初呢 我们认为它的包装太差 就想把它打开 重新把它包装好 所以就发现了这个 看来你是想在重量上 做些手脚 这个 很聪明 是 金江先生 你下去吧 有事我再找你 是 我会让运输队都换成宪兵队的人 潘子 一郎 你们两个跟着 金江洋行的运输车队 那一郎人是想 借着我们的人运输 他们定会派人一路保护的 里面的任务就是 找到他们负责掩护的人 不要惊动他们 等他们到了货站 动手的时候 你们再出手 打乱他们的计划 这些零件 我们是不是先运回兵营 龙王不是傻子 他会派人在外面监视这批货物 不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已经发现了这批货物 明天早上 运输队一离开 就让杜怀卿的手下 守在这里 等抓到了龙王 一起带回兵营 我再把今天行动的要点 说一遍 今天的行动分为两组 你们三个女的一组 先到货站去 雇好两辆大车 待我们到达 接到货物之后 用新雇的大车 将这批货物 往陈村方向运一动 待与接应我们的人 会合之后 再把货物运往根据地 明白 来 队长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就是 在后半夜 有卡车来过 卡车来干什么 不知道 不过 这里是洋行的仓库啊 有车压进出 是正常的吧 队长 您看 来 救 救 三明大尉 一切按计划进行 来 走 好 队长 货物已经出仓上路了 好 大师兄 你带着一郎跟着货车 烈狼人一定会派人跟着 千万不要让他们发现了 知道了 你直接去仓库吗 那里会是最后决阵的战场 我一定要做好所有的准办 给烈狼人一个盛大的惊喜 对 终ents所得下 只要让到 请查到 进乘航的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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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走走走 这样 这样 那个胖子 是不是那天袭击我们的人 是他 就是他牛断了天狗的脖子 不过 龙王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需要动手吗 不用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具体人数是多少 可我们的力量根本不够 被破坏了西田的计划 走 我告诉你啊 这笔货可就归你了 一定要注意安全 还有你 听见没有 行行行 哎呦 姑娘 你们是要搭车还是购车呀 请问您是 我是这里的牙子 只要你们负点辛苦些 你们安心坐在这儿 什么事啊 我去帮你们办好了 我们要运货 原来你们是货主啊 实景实景 没看出来 不过一样 去哪里有多少东西 要购什么样的大车 只要你们跟我说 这里的路线哪 我都守 我们想要两辆大车 运两车木炭 好好好 那你们先坐 好 我马上就来 我帮你们去联系 好 您费心 好好好 走 雨 雨 雨 雪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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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了呢 我把这里包背起来 哪里你呢 是 起床 谢谢 队长 你看 咱们最担心的就是出城的检查站 没想到根本无惊无险 看来用小鬼子的洋行运货还真方便 这个呀 就叫瞒天过海 这明明是胡家虎卫嘛 怎么是瞒天过海啊 你说的对 咱们用的是日本洋行的名号 对不对 这不就是借了他们的威风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让日本鬼子给咱们运货 光荣 走 走 走 队长 怎么了 我怎么总感觉好像有人跟着我 也许是我太敏感了 咱们接着走吧 好 走 快 差一点就被他们发现了 还要长时间能跟着他 他会有警觉的 他是高手 怎么办 没骗你们吧 我的价钱是最公道的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货到了我们就走 那好那好 你们先坐 有什么事啊 你随时叫我就行 伙计 这周的茶水咸送我的啊 谢谢您 你们先坐 都说这三百六十行 行行行出状元 没想到这一个小小的中间人 让我们大开眼界啊 俗话说得好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以前你的生活环境 是接触不到这些人的 其实他们跟我们都是一样 这下好了 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 就等老梁他们来了 我这一想到去根去地呀 我 喝茶 队长 已经全部布置好了 好 只要龙王一走进埋伏去 开始行动 生死不论 是 太多的战斗了 我都忘记了 他们是美丽的女人 看来这次 龙王要失算了 三明 队长 走了 大北 三明 来 上去吧 好 小心点 走 好 眼睛 走 走 没人啊 走吧 走 这个胖子真狡猾 走三步退一步 刚才差点被他们逮住了 我们离他们再稍微远一点 他太狡猾了 怎么样 队长 你是不是太紧张了 我没有发现什么 没有 我就是觉得有点不对 来 走吧 驾 来 三明子 队长 今天装车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装车的时候 没有 我怎么觉得那些装卸工 一个个的感觉都不对 好像每个麻包的重量不一样 这俩车一共就三十个麻包 我还真没入力 再说了 重量的问题 到了货站不就搞清楚了吗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到了货站 咱们就来不及了 一会儿你们俩到土路上去 找个机会 点点麻包的分量 明白 明白 驾 别 咱们 别 订 别 快 来 大北 三明 机会来了 去吧 走 老乡 要帮忙吗 要要 来来来 这样吧 给瓶酒钱 我们两个帮你干 来来来 给给给 拿去 快快快 来 来 一二四 一郎 你说他们在干什么 谢谢啊 走 驾 等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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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好了 走吧 好 谢谢啊 慢走 走 队长 重量明显有问题 比原来情多了 那你们觉得什么原因 我们搬开包发现 里面没有藏什么东西 那咱们再试一下 看看后边到底有没有人跟着 这个隐患不处 咱们什么都干不了 你们看看 看见那条山凉了吗 咱们在哪儿会合 走 走 李老 我觉得我们已经暴露了 我们现在应该立刻分头行动 你跟着那两个人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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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 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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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有没有发现 有动手吗 不行 小宁他们肯定报了 就在西田他们包围圈之内 我们必须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这样才能救助小宁他们 好 三明 你跟西田没见过面 救小宁的任务 你去完成最合适 我明白 大北 你跟着三明走 你的任务就是观察 西田他们的包围圈 最外围在什么地方 你们到了货站 如果小宁他们还在 就说明我的财策是正确 西田要抓的人是我 只要我不出现 他就不会动手 他是个聪明人 但是有的时候想的太多 这就给了我们很大的回血余体 大北 你观察到他们包围圈的外围之后 我就出现在那个地方 好 既是天希望 又让他无法动手 这样才能救出小宁他们 明白了吗 我明白 行动吧 走 一郎 你继续跟着那两个人 然后把这些情况 立即回报给西田 我跟着胖子 快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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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山北 到路上看看你 火车怎么还没有到 是 怎么回事啊 三明怎么自己来了 有情况 我们不要动 看他的安排 队长 在火山门口的树林里 还有背面的树林里 都有鬼子的伏兵 另外 在火山那边 我还看到了鬼子的砍车 现在你只要进入火山 就出不来了 你不能冒这个险 对啊 我们不能冒险 这样吧 我到那个地方去 既让西田看到我 又没在他的包围圈里 这样还能引开后面的眼睛 明白 现在转移过去的话 需要十五分钟 你就用这十五分钟 把钟宁他们 从霍站里接出来 然后 我们在那个地方接到 好 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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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